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请投资朋友记住这一天 5月29号 我说行情路况方向只有一个往上 而且我没有任何的淡输 我没有告诉你缺口 我也没有告诉你量不足 我只告诉你一个东西 上就是上 下就是下 我分析是为了做交易 不是为了分析给你听 不是一直给你有淡输的 不是一直给你有淡输的 投资朋友 市场上当天就验证 为序说的是对的 而且包含今天是连续三天往上走 如果有人可以让你提前知道 或者是及时知道行情路况方向 你个股的交易动作 你不会错得太离谱 你只是差别说 也没有人带你赚 多一点而已 你不会错得太离谱 你不会做错方向 你不会在这个时候 一窝蜂的去追空 一窝蜂是卖股票 但卖股票是在4月12号15号 股价在相对高点的时候 你卖股票有提醒你 才是重点 在这一边大家又在 在非常悲观的时候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行情路况告诉我 请你要偏多操作 行情路况要往上了 我说得很肯定 包含今天连续三天 我都给你这样报告 这算是非常专业的看法的技巧 你去看看有多少 多少的分析 每次跟你讲 行情路况的上或下 永远都有淡输 一定有淡输的 好 那个是分析 那是为了分析而分析 回去跟你解盘 绝对不是为了分析而分析 我的解盘分析是为了交易 交易是为了什么 顺势而为 就是如此 有人可以提前告诉你 你会做得比较轻松 有人带你做 你会做得比较轻松 交易上就是这样 交易不容易的 都是没有 我来看一下 对了一次有什么了不起 重点是你要拿出证据 而且你要对几次 一次可能是运气 两次是运气 三次是运气 如果对了十一个月呢 如果连续对了十一个月呢 那就不是运气了 那叫做本事 来看一下 7月25号 对不起请放大 字比较小 来 因为是十一个月的 7月25号 我提醒刘依未知的风险 后来杀下来 这一根长一叫 土耳其金融风暴 投资片有先记的日期 8月30号短线建高点 没有人 那时候没有人会告诉你 短线或建高点 怕下来500点 一直到9月26号 这一根 我提醒你行情路况要往下 建高点 没有人会告诉你 当时你看这个K线 这个形态 谁要告诉你行情间高点 没有 下来很抱歉 1200点 我是有证据的 等下会提出证据 投资片有看 反弹之后 10月19号 我提醒你的反弹将结束 也下来了 10月19号 反弹将结束 也下来480点 前面避开400点 500点 1200点 现在请你避开480点 对了几次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超过三次了吧 超过三次了 应该不算是运气好了吧 我说过 我看懂行情路况跟我说什么话 我翻译给你听 没有人可以像我一样 可以翻译给你听 而且 分析的方向 永远就只有上或下 绝对没有第二套剧本 没有第二个走势 没有淡输 这就是违需的操盘 我分析是为了做交易 我分析是为了带会员 做合理的交易动作 能赚多少钱 由市场上来做决定 可至少我们不会做错方向 至少我不会做错方向 来继续看下去 10月19号反弹将结束 这一段480点 然后到12月20号 平台整理 这一段叫9400点 平台整理我告诉投资朋友 公开书 10月20号提醒你行情路况 要往下 就这一段下来 破了9400点 9319 好了 9319大家也很悲观的 因为整个形态是大空头排列 大空头排列 加上1月份之后 今年的过年又比较提前 又有长家效应 大家要告诉你要保守 甚至请你放空股票 投资朋友去看一下 当时你听得进去的分析是什么 你听得进去的交易动作是什么 请你放空股票 你才会大赚钱 因为下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人告诉你 还有千点的空间可以下跌 是吧 当时是这样的 跟你的戏份 是这种投资氛围跟你讲 你听得进去 所以你全部砍在破9400点那一天 然后很抱歉 当天我跟你报告一件事情 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连续三天 我还不是等导传反转来跟你讲 我是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连续三天告诉你 行情路况往上 请你要偏多操作 投资朋友 关键的机会点告诉你 这一段遇到什么 台积电的法说会第二季的利空 连电的利空 6488环球机细晶元的利空 还有记忆体的利空 投资朋友你都忘记了吗 这一段有多少利空 谁会坚持告诉你 请你报股过年 包含长假 过年长假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的 只有回去告诉你 请你报股过年 我代会员也是这么做 一路上去 是不是 上去了 然后上到这边位置 投资朋友 也听到了分析 因为之前没有请你 之前请你放空的 现在要自圆其说了 所以他告诉你 你这边还有警线压力位置 或是请你保守的人 他要告诉你警线压力位置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随时又再往下了 对不对 那时候你听得进去 因为为什么前面没有做到 搞不好是放空或是空手 一路被嘎上去 我跟投资朋友 我过年长假之后 我没有告诉你 行情路况结束了 我说继续报 继续报 报到什么时候 报到2月26号 行情路况往下 最后又下来了 这一段叫1090点 我不是用最低跟你 用最高跟你算的 我是讲一个大概 这是很实在的点数 很实在的位置 第二段买点我也告诉你 3月11号 第二段买点 行情路况往下 但是各国可以偏多操作 往下幅度速度不会太大 第二段买点告诉你 上去 3月25号也在告诉你 行情路况往上 这一段机会又是390点 知道什么时候 4月12号15号 我告诉你 行情路况往下 行情路况往下 没有那种模拟两可的 我分析就是为了做交易 我分析是为了带我会员 在股票市场上里面 做可以的交易动作 赚多赚少 股价的涨幅不是我能控制 至少我带会员 我不会做错方向 做错一次 两次 三次 你就挂点了 看一下 每个人又告诉你 他有避开股灾吧 来吧 真的有避开股灾 拿出证据来再说 下来 避开670点 我不是从高点 跟你算到低点的 当时我跟你报告 行情路况往下 你前面都没有避开 你看我对了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十次 前面我对了十次 我给你报告 这整整十一个月 重要的 漂亮的 华丽的转生的拐点 我告诉你 机会点我也告诉你 重点来自于我跟你说 前面你都没有跟上 或是你最近来看 我节目的投资朋友 我给你报告一件事情 6月份的机会你要掌握住 行情随时都有 我会改变方向的时候 你要掌握住机会 这一半就出现了 5月28号 我告诉你行情路况往上 这些都有证据 你前面都没有避开 我提前告诉你 机会你一定要掌握住 因为一年已经要过了一半 二分之一的时间点了 你的操作绩效 如果我们有办法在下半年拉升上来 你这一整年的绩效会是负数的 多少人又告诉你这边请你要卖股票 甚至放空股票 全部又做错动作了 就如同什么时候 如同这个破9400点一样 我们代会员偏多操作 你又在卖股票 甚至放空股票一路被嘎上去 被嘎什么 被嘎空单跟空手 高党就请你 那些人请你卖股票 人这边又请你买股票 结果又避开不了 往下跌 跌到最后真的受不了了 请你卖股票的时候 我们代会员这个时候 又是进场去布局了 分析是为了做交易 也没有证据 一定有 我看盘的方式结盘的东西 不会因为一天涨跌 给你忽多忽空 给你忽多忽空 这很重要 看对就是咬一大段 个股操作也是 我会花时间跟你讲 我个股的部分 我们现在想把大盘讲完 拿出证据 你才会知道 谁看盘的技巧好 谁看盘分析是为了做交易 而不是每天跟你打模糊仗 模拟两可的 怎么支撑压力 支撑压力 一段一段往上调 多也讲 空也讲 每天讲一样的 哪一边对就讲哪一边 永远提不出证据 提出证据都是 有疑虑的 时间关系 我们进去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起盘 谢谢大家 立正了 怎么办 一 好想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争网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保住您 不再忘不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重固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不清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重固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不清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02-8773-8859 我早已留在想里面好 明镜上で听开放专线 小 och某天 位置 等你長大 媽媽也會定期帶你來打疫苗 媽媽老了 你會不會陪我來打疫苗呢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台股直播 我是高委屈 記住這幾個時間點 7月25號待會拿出證據給投資片 我看 8月30號 9月26號 10月19號 12月20號 1月3號 1月4號 1月7號 2月26號 3月11號 3月25號 12號 15號 包含了最近的5月28號 這幾個時間點 我現在拿出證據給投資片 我看 7月25號提醒劉一強中止一遍 傳真稿 後來發生突起金融風暴 8月30號 將拉回 9月26號 10月份股災 每個人跟你講避開 前提是你什麼時候避開 破線避開嗎 還是高檔的時候請會員先避開 9月26號我們是高檔的時候請會員先 華麗的轉身建高點 航情路況將做回檔休息 9月26號避開 10月份股災 避開什麼 分兩段避開 10月19號我告訴你反彈將結束 10月19號 航情路況反彈之後然然是往下的 從來不跟我 我從來不跟我會員或電視機觀眾朋友的你 說那種模擬兩可的什麼多空分析 多空並行的分析 那個叫做分析 還是為了分析 我的分析是為了交易 不一樣 層次不一樣 結果就不一樣 真的層次不一樣 12月20號我還在告訴你們一次 華麗的轉身 航情路況往下 當時我請你要做什麼動作 請你要什麼 出清股票 最後跌破9400點 1月3號 1月7號 全市場跌破9400點的時候 請你要放空股票 那時候才要大幅停損 來不及 動作相反 我們是在買股票 12月10號我們帶會員清空股票 當時清空的還有賺郵賠 有時間你要拿野投資朋友開 我們都還是賺錢 1月3號 航情路況往下 可是個股已經可以偏多操作 第一天合理是交易動作 1月4號也是偏多操作 不是等到導賞反轉的時候 才跟你講 我1月3號 1月4號 已經帶會員進場去買股票了 1月7號也是一樣 往下幅度不會太大 我們1月3號進場 偏多操作的股票 震盪是短期必然現象 震盪幅度越馬越間乾淨 未來不論漲勢跟速度 都會超乎預期 包含大盤也是一樣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這一段行情多少的困難點 你要跟大多數人的想法不一樣 你要對抗他們不容易 但是我不是要對抗你們 我是順勢二違 我真的是順勢二違 因為航行我看得懂 路況我看得懂 該中壓我們就中壓 該報償我就報償 那時候我還跟投資朋友說 不要做短線價差交易了 投資朋友 能賺波段 盡量賺波段 能賺多一點錢 我們盡量賺多一點錢 我們幫會員報什麼 報波段持股 我還說報股過年 中間遇到什麼 我剛說過了 台積電的利空 聯電的利空 細晶圓的利空 記憶體的利空 還有過年長假 大家有疑慮 請你我這邊有去看一下 過年那時候 多少人請你空手 會叫你報多單的 而且在12月20號有清空股票 然後有錢在1月3號 1月4號 1月7號買股票的 然後請你做什麼 報股過年的 很少 應該大概 你先去看一下 當時到底有幾個人 是公開跟您報告這件事情 12月20號請你清空股票 1月3號 1月4號 1月7號 你才有錢進去買偏多操作 而且報股過年 1月30號報股過年新年快樂 過年後繼續漲 漲到什麼時候 2月26號行情路況往下 那幾個時間點 我剛剛投資朋友 那個地圖你要看清楚 我都有證據的 3月12號行情路況往下 弧度不會太大 個股經理偏多操作了 3月13號行情路況往上 3月25號行情路況往上 第三段買點 包含什麼 我在Lite 8上面 還公開跟我 跟我的Lite的朋友說 2月22號 我的行情預營在這首歌裡面 結果這首歌是什麼 彗星撞地球的主題曲 可是2月22號賣股票太晚了 重點是在什麼時候賣股票 才是最好的 4月12號 15號 去看一下 我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講 我等一下要講個股操作 去看一下你的股票 是不是在4月12號 15號 是相對的高點 你賣掉是華麗的轉身 是獲利下車的 4月22號賣也太慢了 4月15號告訴你行情路況往下 4月12號電視公開請你出勤股票 或大股解碼股票 4月15號我告訴你行情路況往下 沒有任何模擬兩可的空間 我甚至跟你報告鴻海大盤漲上去 是因為鴻海郭台銘要選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 我說這一段叫做非理性的不合理 最終還要回到所謂的一個什麼 基本面 回到基本面七張點之後就反彈了 全部都講在前面投資朋友去看一下 當時我怎麼跟您報告的 4月15號請你告訴你行情路況往下 一路下來 到5月28號 適用5月29號 行情路況往上 你看我整段的分析從來都沒有告訴你 你模擬兩可怎麼支撐壓力 因為那是為了分析討好你的 我的分析是為了實戰 是為了做交易 投資朋友看一下 這些重點有沒有證據 7月25號 8月30號 9月26號 10月19號 12月20號 包含機會點 1月3號 1月4號 1月7號 一路堅持到底 到2月26號第一次告訴你行情路況往下 3月11號 3月25號 再告訴你機會往上 4月12號 15號 請你避開670點 不是從高點給你算 因為很多個股是在4月12號 15號 是見高點的 所以我從這邊告訴你的 我要如果我要放大志祺 我就從高檔跟你算下來 可是我跟投資朋友說 這時候高檔賣股票已經來不及了 很多個股當那一天其實是走仿向的 4月12號 15號賣股票最好的時候 當你在悲觀的時候 這一邊5月28號投資朋友 5月28號我跟我會員報告航情路況往上 隔一天是用5月29號 所以這是5月29號 是不是 多少人請你要什麼 賣股票了 賣股票了 放空股票了 我告訴你 錯了 航情路況要往上了 也不要再做錯動作了 這很重要 我花很多時間講這個 這個是為了告訴你一件事情 維序的解盤 維序的行情路況 沒有謀離兩可的 維序的解盤都有證據的 看得懂行情路況 你才知道個股怎麼操作 該中壓的時候你要中壓 看得懂行情路況 你才知道要怎麼操作 實際的關係我沒有辦法講很多 我帶一檔股票好了 會員操作 你才知道什麼時候該進 什麼時候該退 因為有跟交易才無所畏懼 重壓什麼 我們講一檔例子就好了 人盡量幫會員多賺錢 一定是幫會員多賺錢 即便我公開告訴你 我看好的族群 看好的個股 一路分析到現在 從來沒有改變方向 不會突然冒出來才跟你講 你不見得敢買 你也不見得抱得住 1月7號我告訴你 這1月3號印出來的 所以是1月7號告訴你的 世紀剛具有破斷上漲的條件 沒有人認同 很抱歉 我們帶會員怎麼做 即便你買你也不敢 叫你買你也不敢買 買了你又抱不住 然後分次的買賣點你也抱不住 你也賺不到 這就可惜了 對不對 我跟我會員說 我們盡量多賺點 就一定要多賺一點 尤其是1月份 1月3號 1月4號 1月7號 我們要報股過年這段行情 人堅持住才會是 股市上交易的霸主 1月3號帶會員買進世紀剛 建基基本部位 我公開跟電視紀講 我也帶會員如此操作 1月3號買進的世紀剛 遇到了什麼 我需要退場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不用擔心 會員不用擔心 我們當天在加碼 接下來我們勇敢進場 該進則進 該退則退 因為有跟我交易才無所畏懼 2月20號再加碼第二筆 看對就往上加碼 4月12號我們先獲利出清68% 3筆單加起來扎扎實實的 賣完之後我們保留100%現金 4月12號賣完之後下來 也沒有扎實實的帶會員爆大波段 而且是重壓加碼 不是要跟你做短線加差交易的 也不是跟你放空的 我們是偏多操作的 5月14號 大家在悲觀的時候 我說已經出現合理的交易動作了 我們還在進場做交易 所以5月14號找盤 我們四季剛買回來再加碼一筆 當時買位置在這裡 跌4.23% 位置在這裡 投資朋友照親一點 謝謝 位置在這裡 當天收盤馬上由黑翻紅 漲2.37%現買現賞 操作的細膩度就在這裡 看一下四季剛 今天再大漲5.48% 我們買在這一天投資朋友 加碼單買在這一天 不是盤後才買的 不是盤後才買的 不是K線打出來 我們隔天才買 我們當天就要做決定的 你當天沒有做決定 你就損失掉很多了 我們當天做完決定之後 你看 5月14號是這樣買進的 買完之後 本來跌4.23% 當天你就要做決定了 買完之後當天收最高到 從跌2.42% 變漲2.37% 大盤看的對 代會員也要盡量操作的對 能多賺點錢 能多做價差 我一定不會吝嗇 帶會員做正常合理的交易動作 不會去欺騙你 不會漲的時候才跟你拿出來講 然後每天爆很多當股票 然後大盤也是模棱兩可的 這件事情都不是我可以 我要做的事情 同事朋友 下半年如果你 要想要反敗為勝 或是跟我的會員一樣 我們不是反敗為勝 我們是力上加力 因為我們這操作 就是合理的交易動作 你上半年不是我的會員 下半年請你把握機會 因為有人帶你做 你會比較輕鬆 我是告一續主導 要操作順利獲利滿滿 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一見 謝謝大家 我們下週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4月起 明天早上9點開始 更新鎖定運通財政台 台股直播室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是 是 我已經準備好 要取小梅了 我在幾家銀行 存了些錢 你存款的每一家銀行 都有參加存款保險嗎 每家都有参加存款保险 最高保商金